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清风皇帝习近平上台以来身兼十几个小组长 凡是亲自部署 任何人也不能占了他的风头 结果包括以克强等人都只好躺平 让他一个人在台上耍糠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不换肩的十八般武力 且不说他的做法是如何倒心逆施 就是比比他和前朝老皇帝的统治权术 也可以知道他的龙椅稳还是不稳 前无古人的老皇帝毛泽东党内掌权41年 进京登基坐龙椅27年 手下酒精沙场的干将 中将以上的200多人 身边的能干的军机大臣 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 林彪 陈云 彭德怀 更是人才鬼叔 背叔 毛泽东根本不管什么组长该管的小事 让各派人马互相牵制 互相斗争 他自己一天到晚长江里游泳 文工团里跳舞 悠悠哉哉 临死之前 眼睛都看不清了 舌头都不能说话了 却还是大权在握 通过贴身宫女发号施令 反观京朝庆丰帝 身边都是一些奴才宦官之流 他竭力拉台 任命自己的亲信 心腹 多半是他任职浙江和福建时期的旧部 组成所谓习家军 只要有官员任免机会 习近平都尽力安插习家军 一处也不放过 习近平也不放过机会 大发果难财 有关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升降 他都急忙用习家军卡位 任人为亲 拉帮结派 团团伙伙 这些定义用在习近平和习家军头上 再合适不过 习近平先后与江派 团派 太子党和政治老人恶斗 以求得习家军一家独大 习近平一人独大 然而 斗到今天 战火逐渐延烧到习家军内部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手下的公安局长邓辉林被抓 重演前三任重庆公安局长的宿命 同月 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突遭免职 去向不明 习近平在公安部的两个大走狗 傅政华和孙力军被抓 更是震动中共的政法委系统 鉴于陈明尔 孟庆峰等都是习家军人物 证明即便是习近平自己的亲信人马 对习而言 也并不可靠 而状况不断 或许 按照毛泽东的话说 他们都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连习家军都靠不住了 习近平细思极恐 或常常下出一身冷汗 与前些年 习近平选择性反腐 必大造声势不同 如今 由于反对习近平的人太多 他们所居官位太敏感 以至于习当局已经不便公布对他们的查处 甚至不公布他们的去向 比如 北京卫戍区司令王春林突遭免职 同样去向不明 习当局盘算的是 公布出来不但起不到杀鸡敬猴的震慑作用 反而可能起到鼓舞或启发其他反习人士的作用 同时也让国内外看热闹 议论纷纷 脸面上过不去 习近平曾向党内喊话 我们党有8900万多名党员 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没有第二人 习近平很清楚 他真正的敌人不在国外 而在国内 不在党外 而在党内 不在基层 而在高层 甚至于派系缠斗之间 如今敌人已经就在习家军内部 这一切怪谁 怪习近平自己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 习近平身边的智囊团都是强硬派 故而形成了一整套强硬政策 及极左政策 举凡从新疆政策到香港政策 进阶如此 其实智囊团是否强硬派并非关键 关键在于习近平本身是强硬派和顽固派 所以他听不进温和派的话 只听得进强硬派的话 或者说前者不对他胃口 后者才和他口味 于是选择和淘汰的结果 他身边的智囊团当然就只剩下强硬派 准确而言都是迎合他的奴才派 习近平上台9年 按一般外国首脑任期 以两个任期届满 但8年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方面 又一事无成都不足以形容 应该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内政外交已败土地的习近平竟仍然深陷权益斗争的泥潭 并非他乐在其中 而是他威信不足 德不配位 令观心不服 人心不服 更要命的是 情况昭然如此 习近平仍绞尽脑汁的谋权 眼高手低甚至不切实际的贪求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 沁丰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 但是奴才亲信被整肃的越来越多 这种权力尴尬再次证明 这个一党专政制度的失效 失灵 失败 因为权力来路不正 并非来自人民 而是来自于诈骗集团中共高层的小圈子 本质而言 来路不正的权力不具合法性 必然会用更不合法的手段来巩固 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拷问和挑战 甚至随时遭遇不测和颠覆 在龙椅上的庆封地 不被身边亲信 奴才 宦官害死 也要被身上那放不下来的200斤给累死 10月22日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俄罗斯塔斯社记者提问时说 中俄两国不是盟友 胜似盟友 汪文斌他说得很好听 但是我们要看俄国人做得怎么样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 在迪拜航展11月14日开幕前 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 俄罗斯已经开始向印度交付S400防空导弹系统 交付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据了解 俄罗斯总统普京 很可能在12月的第一周访问印度 参加两国的年度峰会 舒加耶夫向卫星通讯社表示 向印度供应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工作 已经开始并按计划进行 他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指出 第一个导弹营将在年底交付 作为俄军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S400用于在电子和其他类型对抗条件下 摧毁战略和战术飞机 弹道导弹 高超音速目标等空中攻击武器 印俄已经签订印方订购五个导弹营的 S400系统的合同 官员们表示 所有交付将在一两年内完成 罗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经理米赫耶夫 今年8月曾介绍称 正在与中东 亚太地区和非洲的七个国家 进行S400防空系统的贸易谈判 据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 引述印度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报道 S400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开始抵达印度 该系统通过海运和空运途经运往印度 DEP的交付工作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报道称 S400防空导弹系统将首先部署在靠近印度西部边境的地方 以在那里应对来自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境的双重威胁 据印度斯坦时报13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在普京访问印度之前 印度和俄罗斯的外长和防长将在莫斯科举行两国间的首次2加2会谈 这一因双方日程繁忙而被延后的会谈将为随后的印额首脑峰会铺路 自上时纪60年代以来 苏联与印度一直是互助和盟友的关系 他们对抗的目标就是中共 苏中关系因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的政策而急剧恶化 同时 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 自从1947年建交以来一直处于敌对的状态 而中国与印度在1962年爆发了边界战争 并且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 今年中印双方在边界上又剑拔弩张 今天 莫斯科一方面在军事方面支持新德里 另一方面卖给北京高价石油和天然气 普京10月份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年会时公开说 俄中两国不是盟友关系 汪文斌剃头挑子一头热 在碰到真的战争敌对局面时 就知道拿钱收买的哥们会不会跟中共一起玩命 那时就知道有没有铁哥们了 中国在11月11日的双11网络促销盛宴 历经13年头 在习近平整顿产业 数百万失业大军顿失生计 严格的清零防疫措施及大限电 民众荷包干扁 消费低迷 中国电商直言 很多品牌销量出现负增长 淘宝 天猫 拼多多 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 都感到明显压力 消费者们更是早已疲惫 11月11日临时 阿里巴巴开始第二轮双11活动 往年各类宣传 战报 铺天盖地 今年却出奇地安静 创下历史新低 被外媒形容为中国光棍节某种失灵 一位电商直言 为了双11连续加班加点 投入大量成本 只能换来20%不到的销售额增长 甚至看到很多品牌出现负成长 阿里内部人士也说 不光是淘宝 天猫 拼多多 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 都感到明显压力 流量效应见顶了 各种花样都没办法带来明显增长 抖音 快手等短影音平台及直播平台 只适合低单价商品 家居及电子商品很难买得动 终点是 消费者疲惫了 百度热搜大资料显示 今年淘宝双11搜索占比 从去年的34%降至24% 京东搜索占比从27%降为18% 抖音和快手今年的双11搜索占比 分别为8%和6% 双11已经变成一场数学考试 商品页面标示的到手价 似乎永远也买不到 更夸张的是 一些商家的双11促销价格 与平时并无差别 甚至可能是全年最贵 双11已经持续火热13年 如今电商及消费生态变得严峻 双11恐怕很难再造商业奇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